大家好 我是阿勋 这几天比较忙就没有过来收完 然后今天就过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鱼可以收的 哇 挺浅的 一条大鱼啊 看一下 还是滑的 哎 看到没有 大棉泥 哇 这条可能可能得二三十斤了 真不错 来个开门好吗 哎呀 破了 哎 哇 哇 这么大 啊 可能是前天进来的吧 看 没什么滑的样子 哦 抱不动了 看鱼鳞这么大 看到没有 这些先不管它了 把鱼先装上来 这么大 这么装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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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啊 好久没抓这么大的鱼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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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掛起来 哇 你看 好大一条大棉泥的 也不知道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 我回去问一下嘛 看到没有 这么大的 先把它掛住了 啊 都有点沉了 这种意思 捞上来就不能养活的 嗯 不要忘记它 待会跑了 烟烟丝丝的 跑不了 可是这条可能是 应该是两天前就进来的吧 没什么法力 如果昨天过来收它 就应该是 滑蹦乱跳的 啊 还有一条河豚 看到没有 这个应该 很容易鼓的 弄到前面啊 前面这个前额嘛 前额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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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到它生气了 它就鼓起来嘛 没什么脾气嘛 换了吧 看到吗 还有一条小白蛮 啊 很小的 这个太小了 有点小嘛 放射了 黑鸟鱼苗 黑鸟鱼 这个黑鸟 这几条小的 小的就放手了 这些都小的 第一碗还不错啊 还有这么 还有几条虾嘛 你看 第一碗呢 还有几条这些 这些虾是朋友交代的 叫不要卖嘛 他要的 都是九节虾是吧 九节虾 是它专门叫 流上来的 然后这些就 帮他留着嘛 我要赶快回去 把这条鱼 连续一下 卖鱼的 大老板 看看能卖个什么 好价钱 没有 现在打个电话 给鱼饭的大老板 看到要不要 刚才那条大鱼 喂 星哥 老板 张老板 你好 你好 你好啊 早上烧了一条 挺大的 可能有二三十斤吧 什么鱼 大鱼 大鱼 不错啊 你体这么好 难得 好几个月 没有抓到这么大的鱼了 是不是 那我拿过来看一下 还新鱼吗 新滑的 好 滑的 是啊 那就好 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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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价格怎么样 价格大概就是 就七十块钱了 十三价了 哦 那行 我跟你说 我一会没时间拿过去 我叫我老婆带过去 那你叫我嫂子拿过来 好好好 那你们在那边等啊 先你来一下 好好好 好 就这样 那有限制 好好好 拜拜 他说一会拿过去嘛 拿过去看一下嘛 反正是佛奥的 抓起来是佛奥的 他肯定是要的 只是价格问题吧 好 一公斤算 一百四十二 十四斤 十四斤 七两 二千一了 二千一了 三个整数 好 打了一条鱼 差不多生纸巾 卖了二千一 四斤 还搬回去 了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